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漫威洗脑系列电影 银河护卫队 1988年的地球 年幼丧母的彼得承受不住巨大的打击 带着母亲给他留下的一卷流星金曲磁带 跑到了空地上 却被掠夺着巨大的外星飞船掳走 26年后的废弃星球上 面具人星爵 也就是当年那个被掳走了小男孩彼得 在这里找垃圾 而他找的这个垃圾 是宇宙黑色灰桃子灭霸也在寻找的 具有无穷能量的宝石 当年将星爵掳走的掠夺者 要求他赶紧将宝石带回去 星爵没有听他们的话 掠夺者当即发布悬赏 下令追杀星爵 另一边跟山达尔人 有着世仇的克里人罗南 为了报复选择跟灭霸联手 答应帮他找到宝石 事成之后 灭霸在帮助他毁灭达尔星 现在大家都知道宝石就在星爵手里 他立刻要求灭霸之女卡摩拉去夺回宝石 但是卡摩拉有自己的计划 他并不是灭霸和罗南的傀儡 山达尔心上的浣熊和格鲁特 正在到处寻找值钱的目标 毕竟没有任何生物会和钱过不去 很快浣熊就发现了掠夺者 出高价悬赏的星爵 接下来的行动就是 把他打包给掠夺者送过去 但星爵也不是那么好抓的 更何况他也是卡摩拉的目标 三队人混乱的打成一团 然后通通被山达尔心的警察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因为灭霸和罗南凭借自己的能力肆意摧毁星球 导致宇宙中到处都是妻离子散 流离失所的人 监狱里也不例外 所以当他们看到灭霸之女卡摩拉时 无疑激起了名分 大家都想置他于死地 可是杀了卡摩拉也没什么用啊 他只是个听话办事的人而已 星爵阻止了以大块头为首的愤怒人群 救下了卡摩拉 作为回报卡摩拉告诉大伙们 他准备拿宝石去卖给虚无之地的收藏家 能卖40亿 这也是他逃离灭霸和罗南的机会 到时候卖的钱他可以跟大伙们平分 在金钱的诱惑下 一星人组成了越狱小分队 逃到了虚无之地找收藏家卖宝石 收藏家简易地跟大伙介绍了一下宝石的来历和作用 简而言之就是拥有宝石之后摧毁星球比收卖才简单 不过宝石并不是谁都能驾驭的 曾经有一个能力不足的组织触碰了他 结果连灰都不剩 大伙们虽然被吓得不轻 但还是比较关心的40亿 就在收藏家准备付款的时候 他手下的女仆因为不愿意服从他的掌控 想要从宝石中获得能量反抗 结果在他触碰到宝石的瞬间 整个人都化成了灰 还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卡摩拉意识到这个宝石是个祸害 如果落入灭霸和罗南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交给山大尔星保管 可是他们已经来不及走了 因为就在他们进行交易的途中 大块头将罗南引到了这里来 准备跟他决一死战 但是他哪是罗南的对手 罗南不仅拿到了宝石箱在了自己的权杖上 星爵一行还被掠夺者抓到了 就在掠夺者准备干掉星爵的时候 他洋装答应帮掠夺者从罗南那里拿回宝石 换来了自己活着的机会 然后通知了山大尔星危险降致 他们必须联手一起对付罗南 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空中舰队对决后 星爵等人赢得了初步的胜利 可只要罗南降落到山大尔星的地面 他就能够用权杖摧毁整个星球 星爵等人立马登陆罗南飞船的缺口 跟他的手下进行了一场大战 一路打到了罗南面前 但他们完全不是宝石的对手 罗南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他们全部打飞 飞船直直的坠向地面 格鲁特为了保护大伙 用身体挡住了这次冲击 牺牲自己保护了所有人 又有宝石的罗南已势不可挡 星爵自知没办法打过他 于是就有了站出来 邀请他斗舞的名场面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分心 然后击碎他的权杖抢到宝石 可是他的凡人身 却不足以承受宝石的能量 眼看星爵就要灰飞烟灭 卡姆拉等人站了出来 和星爵一起承受宝石的能量 顺便消灭了罗南 然后将宝石重新封存 拯救了整个地球 不过危机并没有解除 因为掠夺者还惦记着宝石呢 幸好星爵暗地里将宝石 调宝给了他们一个假的 真的宝石则交给了山大尔星宝馆 令人欣慰的是 格鲁特也没有死 而是变成了一株小树苗 重新长大 接下来由星爵 卡姆拉和浣熊 等人组成的银河护卫队 将继续在太空中 大家解释 啊不是 成恶扬善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赞 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 精彩科幻电影 下次见啦 请不吝点赞